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死了 在你回答我问题以前 我想先告诉你一件事 这不久的将来 我会是一位心脏外科医生 病人把最重要的器官交给我 让我奉布 修理 而我只把我的心交给一个女人 如果只有她 才能总共我的生命 我现在真的真的很生气 划了十年 我直接变成独立自主的女孩 我就花了十秒帮我变成一个笨蛋 我要开心还是要高兴 还是要生气 还是要回答你 然后呢 还好我有 我这一首情歌 轻轻的 轻轻哼着 哭着 笑着 我的 天长地久 你应该心脏这件事 我唱歌 清承你的情歌 舍不得 断断副歌 心还热着 也该搞一段落 还好我有 我下一首情歌 生命温如 静静的 相拥的和 我要去带上混件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这条线 这一条线 就是把你的距离 你现在要看好 我要跨过去 这一条线 再来是你 从来都没有这条线过 你知不知道你这世中半年 我有多担心 我妈也是 她们都担心你说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现在 我现在 我一直还是想给你 我 tedious 我也是 我 你不为了 我 我觉得 我 你不说 我 你不敢 我 你不敢 什麼 怎麼了 怎麼會沒戴 沒戴什麼 保險套 這不可能 你皮箱不都會放一個的 不是 我離開你這半年 我所有生活重心 都在用功讀書上面 而且你現在全心全意喜歡你 我放的東西在你身上幹嘛 我現在保護措施 是一個承受男人 對一個女人的基本尊重 我 可是 我知道你很尊重我 但我希望你現在繼續 無雙 美術旁邊就有家便利場店 我一定會用最快的速度趕回來 氣氛都破壞光了 誰希望你尊重 我希望你無力好不好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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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出去就想我了 我還是蠻想你的 小霜 學長 對不起 打擾到你了 我都忘了 現在台灣時間很晚 妳在哪裡啊 還有 剛剛妳說誰出去了 我跟卡士在登山 對 我們在登山 外邊在下雨 然後他出去買雨衣了 而且我們剛剛搭好帳篷 都搭好帳篷 為什麼還好買雨衣啊 以前在登山社我不是有跟妳說過嗎 那東西要事先準備 以備不時之需啊 對啊 我怎麼忘記了 我怎麼不先準備好了 妳們爬到哪裡了 要攻頂了嗎 攻頂 哦 我們剛剛音樂卡士去買雨衣 所以我們休息了一下 如果要攻頂的話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下 其實啊 妳們兩個如果體力不夠的話 就不要勉強了 登山最重要的是過程 雖然不能到達高峰 還是可以挺享受的 不過啦 我也不否認 能夠站在高峰的頂點 那種感覺很美妙 嗯 學長說的是 學長說的是 你講的那個感覺 我可以體會到 不過說到重點 你交女朋友了嗎 拜託 我才剛跟妳分手半年耶 坦白說 妳現在要我找女朋友 晚寧可來西藏找仁波切 體悟一下人生陣地 她一直催我 壓力很大耶 我又不是難敗群 沒有 因為妳是一個好人 所以我希望呢 妳可以比我更快找到更好的鬼手 離開妳之後我才發現 總之呢 各自努力 我要出發囉 等我重新再回來 再把照片送給妳 妳記得要收啊 嗯 我的MSN整天都開著 嗯 好啦 加油 小雙 再見了 學長 加油 好 好 好 我 我剛剛得到全世界最重要的祝福 什麼啦 我覺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有什麼事情我們以後再說 現在還有更重要的事